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此之后 继秦朝之后的第二个大一统王朝大汉正是拉开序幕 汉朝又分为西汉和东汉 其中西汉自公元前202年建国 至公元8年往往篡汉后宣告灭亡 共计210年 共传国君14位 而东汉是在经历了往往的篡权后 重新复活的汉王朝 其建立于公元25年 往于公元220年 国作195年 同样也是传世14地 下面 让我们一口气讲完汉朝28位皇帝的传奇历史 汉高祖刘邦是西汉王朝的开国皇帝 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不一天子 刘邦早年虽然没读过什么书 身上甚至还带有很多痞子习气 但是不能否认的是 刘邦的身上却是有很多过人的智慧 相比项羽而言 刘邦没有贵族身上的那种死要面子的做派 他能够虚心接受身边人提出的意见 并且非常懂得审视夺视 对于人才的渴求和重视 也绝非常人可以相提并论 刘邦正是凭借这些非凡的领袖能力 才在秦末的军阀混战中脱颖而出 并在楚汉争霸中战胜项羽 成为了秦汉时期最大的人生赢家 刘邦48岁才开始创业 历经六年的艰苦奋斗 终于在54岁时创业成功 成为了万人之上的开国皇帝 那么建国之后 刘邦又是如何治理这来之不易的王朝呢 西汉建国之初 经过了秦末战乱和楚汉战争的长期影响 整个国家可谓是民不聊生 经济凋敝 已经经不起任何的折腾了 此时最要紧的事情 无疑就是发展民生经济 让老百姓们好好喘口气 经过深思熟虑 刘邦选择了与民休息的黄老之术 来治理国家 对于当时的西汉来说 这无疑就是最佳的选择 刘邦登基之初 先后分封了一批异性诸侯 主要就是韩信 彭越 英部等在楚汉战争中立下汉马功劳的功臣们 但是正所谓 狡兔死走狗棚 对于刘邦而言 战乱年代 这些功臣不可或缺 然而在太平盛世之下 这些手握兵权 又做不到忠心耿耿的狠角色 无疑就是一个个大毒瘤 因此 刘邦和妻子吕后经过一番运作 将这些功臣一一铲除了 这种感激杀绝的做法 虽然很残忍 但却也换得了国家政权的稳定发展 公元前二百年 由于北边的匈奴屡屡来犯 刘邦坐卧不安 御驾亲征 不料却被匈奴围困于白灯山七天七夜 大丈夫能屈能伸 刘邦脱险后 就不再去惹匈奴 而是对匈奴采取了和亲的政策 以保证王朝的稳定发展 刘邦在位期间 与民休息 剿灭诸侯 和亲匈奴等一系列措施 使得原本虚弱不堪的王朝 开始恢复了生计和活力 虽然刘邦仅仅在位七年的时间 但他的丰功伟绩 却为汉朝后来的繁盛 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汉惠帝刘盈是刘邦与吕后之子 也是西汉王朝的第二位皇帝 刘盈出生的时候 刘邦只是沛县的一个小庭长 由于家庭条件不好 刘邦又不帮家里干活 所以小小年纪的刘盈就经常跟随 母亲和姐姐下地劳作 后来 其末大乱 刘邦开始一心在外面闯事业 刘盈则一直和家人过着四处漂泊的苦日子 甚至在刘邦战败逃跑时 刘盈还多次被自己的亲爹踢下马车 可谓是吃尽了苦头 直到刘盈九岁时 刘邦才终于战胜了项羽 成为了中原王朝的掌舵人 刘盈也终于过上了安稳的日子 然而刘盈虽然是刘邦的敌长子 而在刘邦登基后 他也顺理成章地被封为了皇太子 但是 由于刘邦受到欺负人的蛊惑 一直觉得刘盈性格软弱 和自己差别很大 所以 刘邦始终不太喜欢她 甚至一度想废除刘盈的太子之位 好在旅后阻止多谋 花仲金请来了刘邦非常敬仰的 秦朝末年的四位博士 商山四号来辅佐刘盈 再加上朝廷一片反对废太子的声音 刘邦这才作罢 刘盈十七岁登基称帝 此时的西汉王朝虽然算不上强大 但经过刘邦的统治 也开始走向了蓬勃发展的阶段 所以 作为守城之君 刘盈只需要延续优化刘邦的各项政策 就可以了 刘盈继位后 继续推行刘邦无为而至的政策 他进一步降低赋税摇曳 鼓励生产 奖励生育 继续对匈奴采取和亲的政策 从而使得西汉王朝 人口繁盛 经济繁荣 国力日渐强盛 他进一步降低赋税摇曳 鼓励生产 奖励生育 继续对匈奴采取和亲的政策 从而使得西汉王朝人口繁盛 经济繁荣 国力日渐强盛 在思想文化方面 刘盈废除了秦朝时期压制思想的邪术率 此后 各种思想文化又开始活跃起来 此外 刘盈还花费了五年的时间 修建长安城作为汉朝的政治经济中心 长安城布局严整 分类明确 而且还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都城 再加上 刘盈放宽了对商业的限制 因此长安城很快就繁荣兴盛起来了 可惜的是 刘盈虽然很想成为一代明君 但奈何母亲残忍狠毒 处处压制 使得刘盈多次遭受了沉重的精神打击 最终她不堪重负 在位不到七年就病逝了 中年仅二十四岁 刘盈在位时 女后为了控制她 于是不顾伦理 逼迫刘盈迎娶了鲁元公主的女儿张烟为妻 吕后希望张烟能生子 但由于张烟年纪实在太小 想尽千方百计 仍然一直无法怀孕 于是 吕后设计 教张烟假装怀孕 然后再抢娶 刘盈与宫女所生的儿子 交给张皇后抚养 对外谎称是张烟所生 并且杀死了孩子的宫女生母 后来 这个孩子被立为太子 他就是刘公 刘盈去世后 年仅三岁的刘公登基称帝 史称汉前少帝 自此之后 皇后吕智开始临朝听政 公元前184年 刘公得知自己并非张皇后所生 而且吕后还将自己的生母残忍杀害 因此 刘公非常痛恨吕后 并扬言要替母报仇 吕后怕他作乱 于是将他囚禁在后宫的永相中 宣称皇帝患病 任何人不得与其相见 不久 吕后就废除了刘公 并暗中将他杀害 刘公死后 吕后又将长山王刘益 扶上了傀儡皇帝的位置 并为其改名刘宏 史称汉后少帝 在吕后的一番运作之下 吕氏集团的势力越来越强大 刘姓宗氏几乎没有了话语权 但好景不长 就在吕智病时候 吕氏集团很快就被周伯 陈平 齐王刘湘等人合力铲除 至于吕后扶持的汉后少帝 也被众人以并非刘盈亲生的理由而诛杀 汉文帝刘衡是刘邦的第四个儿子 他是西汉王朝的第五位皇帝 刘衡的生母 伯姬地位卑贱 一直以来备受刘邦冷落 因此母子二人都养成了谨小慎微 低调忍让的性格 也正因为如此 在刘邦死后 吕智并没有选择对伯姬发难 而是让伯姬跟刘衡回到封地 过上了平稳的生活 由于吕智掌权期间 杀掉了刘邦的三个儿子 所以诛吕之乱平定后 刘邦的儿子就只剩下刘衡和刘长了 经过一番衡量 刘姓宗亲和功臣们一致认为 刘衡为人低调谦和 母家势力薄弱 比刘长更适合当皇帝 就这样 幸运的刘衡在陈平和周伯等人的拥戴下 成为了西汉的第五位皇帝 刘衡继位后 继续推行无为而至的政策 为了缓和阶级矛盾 刘衡制定了一系列减负安民的措施 比如清瑶伯父重农义伤 减免填租 减轻刑法 发展生产等等 此外 为了让老百姓摆脱贫困 刘衡还下令开放本来只归属于国家的 所有山林川泽 并且准许私人开采矿产 开发鱼盐资源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池山泽之进 也是汉文帝刘衡的伟大成就之一 这一政策促进了盐铁生产的发展 也促进了商业和贸易的繁荣昌盛 最终带来的结果就是富商大股 周流天下 交易之物莫不通 在积极治理内政的同时 汉文帝对于匈奴问题也十分重视 为了获得一个安稳的发展环境 汉文帝继续对匈奴采取和亲的政策 汉文帝共在位23年 期间一直历经屠治 勤于正事 在守法方面也以身作则 而且汉文帝十分节俭 临终前还特意叮嘱众人 不要浪费钱财后葬的 汉文帝是古代以德治国的典范 在他的统治之下 西汉王朝社会安定 经济繁荣 礼仪兴盛 汉景帝刘启是汉文帝和窦衣房的儿子 他是西汉王朝的第六位皇帝 在汉文帝打下的坚实基础下 汉景帝继位之初 西汉王朝整体经济繁荣兴盛 老百姓安居乐业 形势一片大号 但王朝内部实际潜伏着很多危机 首当其冲的就是 藩国势力太大 已经成为了威胁中央皇权的独流 汉景帝上台后 非常敏锐地意识到 藩国问题的严重性 为消除隐患 汉景帝采纳了明臣朝措 薛藩的建议 先后剥夺了各个诸侯王的部分封地 但这样做的结果却是 最终以吴王刘碧为首的七个诸侯王 打着诸朝措清军策的旗号起兵造反 历史上称之为七国之乱 汉景帝只好派出周亚夫率领的汉军 讨伐吴楚等七国叛军 周亚夫出其制胜 断了七国的粮道 所以叛军瞬间变得不堪一击 狼狈逃散 仅仅三个月的时间 七国就全军覆没了 七国之乱平定后 汉景帝抓住时机 大力学藩 将各个封国 开采盐铁铜等资源的权力 收归中央 没了造反的物质条件 藩王割据的问题 也就基本解决了 中央政权稳定后 汉景帝继续奉行 修养生息 发展生产的方针 他清姚伯父 鼓励农业生产 使得汉朝的农业 又一次飞速发展 整个国家也成功脱贫致富 在思想文化方面 汉景帝采取兼容并许的方针 使得西汉的学术氛围 空前浓厚 各家争名的局面再次重现 为汉武帝时代的独尊儒术 进一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文帝和景帝在位的41年里 劝个农丧清姚伯父 清行甚法勤俭治国 使得西汉的农业飞速发展 经济繁荣昌盛 人民安居乐业 打造了中国进入封建社会后的第一个盛世 史称文景之志 汉武帝刘彻是汉景帝刘起的第十个儿子 也是西汉王朝的第七位皇帝 他的母亲出身平民 地位低微 按理来说 皇帝的位置怎么也轮不到刘彻来当 然而 命运却总喜欢跟人开玩笑 汉景帝的姐姐刘朴有个女儿 名叫陈阿娇 刘朴一心想让阿娇当上皇后 于是就准备把阿娇婚配给太子刘荣 谁知道刘荣的母亲立即拒绝了这桩婚事 刘朴碰壁之后非常生气 于是就动了换太子的心思 后来刘朴相中了小刘彻 于是联合其母亲王志经过一番精心谋划 终于让汉景帝将原来的太子刘荣废除 并改立刘彻为新太子 汉景帝驾崩后 16岁的刘彻也就顺理成章地做了皇帝 刘彻即位后 西汉王朝经过了七十多年的修养生息 已经是经济繁荣 国库充足 百姓康乐 在庞大进取的强盛背景下 无为而至的统治政策 已经发挥不了太大作用了 因此 汉武帝采纳了董仲书提出的 霸出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 正好顺应了时代的发展趋势 汉景帝时期 大力进行了削藩 但是由于藩王的势力依然存在 等到汉武帝登基后 这些曾经被打压的诸侯王们 又开始蠢蠢欲动 公元前一百二十七年 汉武帝采用了大臣主父眼 提出的推恩令 即动用律法让各个诸侯 将自己的封地分封给自己的所有后代 如此一来 经过几代的分封 诸侯国的土地就会越封越小 直到最后 基本就都变成平头百姓了 推恩令彻底解决了 长期困扰西汉王朝的诸侯王问题 可谓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 对后世影响深远 在汉武帝之前 尽管匈奴屡屡入侵汉朝的边境地区 但为了保证国家的稳定发展 几代皇帝都对匈奴采取了和亲的政策 然而汉武帝报复远大 以心想要开疆拓土 扬名四海 于是决心用武力来征讨匈奴 凭着西汉王朝殷实的国库 以及两位开挂战神魏清和霍去兵 这场对抗匈奴的持久战 最终以汉朝的胜利而告终 把匈奴赶走后 汉武帝又继续向更远的地方 开疆拓土 他先后发兵攻打了南越西南夷 东越和朝鲜 使得西汉的领土空前辽阔 奠定了后世中国的基本版图 此外 汉武帝还派出张迁两次出使西域 开创了沟通古代欧亚的丝绸之路 极大的促进了中原与西域的经济繁荣 和文明发展 然而汉武帝浩大喜功 穷兵独武 他在位的五十四年里 四十四年都在对外征战 因而使得原本殷实的国库 变得愈加空虚 此外 汉武帝在晚年还迷信神仙 疑心病很重 最终引发了巫蛊之祸 致使太子刘具和皇后魏子夫 先后自杀 后来汉武帝深刻地意识到 自己的一系列政策 给天下百姓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于是 他发布了轮台罪己诏 向天下人诚恳地检讨了自己的过失 自此之后 汉武帝停止了对外作战 开始实行修养生系的政策 经过两年的努力 终于又使社会逐渐恢复了生计 汉武帝在位期间 队内独尊如数 施行推恩令 发展经济生产 对外他背抗匈奴 开疆拓土 以铁血之心奠定了大汉版图 他开创的汉武盛世 也得以拥在实测 汉昭帝刘复林 是汉武帝最小的儿子 他是西汉王朝的第八位皇帝 刘复林出生时 汉武帝刘彻已经62岁了 而且刘复林还是勾异夫人怀胎14个月 才生下的儿子 因此 汉武帝对刘复林非常宠爱 在为太子留居自杀后 尽管刘复林非常年幼 汉武帝还是将他立为了皇太子 好在汉武帝深谋远虑 临死前 为了避免将来发生类似旅后专权的事件 汉武帝狠心处死了刘复林的生母 并且让霍光作为辅政大臣辅佐刘复林 在霍光的辅佐下 汉昭帝刘复林继续推行了修养生系的政策 他重视农业生产 进一步轻摇伯父 使得西汉的经济又重现荣光 此外 汉昭帝还召开了著名的盐铁会议 这个会议影响深远 极大的促进了西汉王朝以后数十年的经济发展 在对外的政策上 汉昭帝多次发兵击败了匈奴 乌环等少数民族的进犯 同时 为了确保国家安稳发展 对匈奴他依然是采取了怀柔的和亲政策 汉昭帝虽然年幼 但聪慧过人颇有治国才干 可惜汉昭帝天生命薄 英年早逝 仅仅21岁就暴病身亡了 不过 汉昭帝在霍光的辅佐下 国家平稳安定 经济发展迅速 为后来的中兴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由于汉昭帝没有留下子嗣 下一任皇帝就只能从刘姓的宗室子弟中进行挑选了 霍光兢兢业业地辅佐了汉昭帝八年 长期以来大权在握 但时间久了 野心也越来越大 于是就希望能够物色一个异于操控的傀儡皇帝 最终霍光经过反复挑选 决定雍丽海昏侯刘鹤登基称帝 视为汉匪帝 然而 刘鹤并没有珍惜这个机会 反而开始放纵自己的欲望 完全不理朝政 他喜欢和宫女、太监、宦官等低贱之人饮酒作乐 经常醉酒失态 他曾经在夜里身着龙袍 骑着马在长安城里乱跑 吓坏了不少官吏和百姓 刘鹤也曾经把皇帝的玉玺当作头子玩 还把他丢给了一个太监 他还曾把自己的妻妾分成两对 让他们互相打架 自己则在旁边观看取乐 他还曾经把自己的姐姐和妹妹照入宫中 想要与他们私通 被他们拒绝后 就把他们关了起来 这种种的荒唐之事 引起了朝廷和民间的极大愤怒 尤其是霍光等等的在朝权臣 他们觉得刘鹤不配做这个皇帝 这个人不仅败坏了汉氏的声誉 也危及了他们的利益 于是在公元前74年 霍光联合了其他大臣 发动了一场政变 废除了刘鹤 霍光的理由是 刘鹤在位的27天里 干了1127件的坏事 实在是庆竹难输 难以担当江山社稷的众人 当然也有人说 这是他和霍光争权失败的结果 刘鹤被废后 霍光等人又拥立了刘巡即位 视为汉宣帝 汉宣帝原名刘并已 即位后才改名刘巡 他是汉武帝的狄曾孙 也是西汉王朝的第十位皇帝 刘巡刚出生不久 就受到了巫蛊之祸的牵连 被关入监狱中 直到他五岁时 刘复林登基称帝 天下大赦 刘巡才得以重见天日 之后 刘巡虽然恢复了皇族的身份 但由于自己无依无靠 所以生活一直过得非常落魄 直到汉朝帝刘复林驾崩 汉废帝刘鹤被迫下台 霍光等人又一致认为 刘巡毫无背景 做人安分守己 更适合当皇帝 于是 十八岁的刘巡 就这样幸运地 坐上了皇帝的宝座 即位之初 刘巡的手里并没有实权 处处受到霍光的压制 但刘巡自幼就活在苦难之中 自然比常人更懂得隐忍 因此 刘巡在霍光的压制下 当了六年的傀儡皇帝 公元前六十八年 权倾天下的三朝元老霍光去世 随后 汉宣帝趁机消灭了霍家势力 收回了皇权 此后 他终于可以开始实施自己的政治理想了 汉宣帝亲政后 继续奉行与民休息的政策 他大力倡导 青瑶伯父 劝克农丧 发展生产等一系列措施 使得汉朝农业发展得极好 古物连年丰收 创下了汉朝股价的最低记录 汉宣帝在位的二十五年里 粉碎了权臣专政 发展了农业生产 促进了经济繁荣 他和汉朝帝 共同创造了历史上著名的昭宣中兴 汉元帝刘氏是汉宣帝刘巡的长子 他是西汉王朝的第十一位皇帝 刘氏遵崇儒术 他继位后以儒学作为治国理念 可惜 他性格优柔寡断 缺乏雄才大略 在位时轻信宦官不能明辨是非 致使忠臣遭到排挤和打压 经过他的统治 西汉王朝逐渐走向腐败 汉元帝可以说是西汉王朝 从强盛走向衰落的转折点 汉元帝时期 唯一值得肯定的是 公元前三十三年 呼喊也禅于到了长安朝汉 请求与汉室合金 于是汉元帝将宫女王昭军嫁给了呼喊也 王昭军也奉命出赛 从此 汉朝和匈奴真正进入了和平友好期 结束了长达一百五十年的战争状态 自汉元帝之后 汉朝的皇帝可以说是一代不如一代 新上台的 汉成帝刘傲 是汉元帝刘氏的长子 也是西汉王朝的第十二位皇帝 汉成帝继位后 开始对宦官势力进行打击 重用母党王氏家族 还将汉元帝皇后的侄子 王莽提拔为大司马 在汉成帝的重用之下 王氏一族全清朝野 统治集团内部日益腐朽 西汉王朝 自此陷入了外戚专权的深渊 为后来的王莽篡汉埋下了火奔 此外 汉成帝还是个出了名的九色皇帝 他继位后日益丹尼于九色 最终因九色过渡 汉成帝暴死在宠妃赵和德的床上 汉埃帝刘欣是定陶王刘康之子 他是西汉王朝的第十三位皇帝 汉埃帝早年胸怀大志 很想有一番作为 他继位后 削夺了外戚王室的权力 还限制了贵族豪门的田宅和奴婢数量 可惜汉埃帝能力有限 此时的西汉王朝早已千疮百孔 汉埃帝的一番新政改革 已经无法力挽狂澜 改革失败后 汉埃帝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 从此他沉眠酒色 昏庸渡日荒废朝政 因此王室家族重新得势 西汉王朝遥遥已坠 汉埃帝在国政上没搞出多大名的 但他却因为嗜好男宠而名流历史 他为后世留下了断绣之痞这个成语 用来描述男子之间的同性之恋 话说汉埃帝留心的驸马都尉 董贤很得他的宠爱 出则陪同乘车 入则随时左右 得到的赏赐非常丰厚 十分显贵 董贤常与汉埃帝睡在一张床上 有一次睡午觉 正在熟睡的董贤 斜身压住了汉埃帝的袖子 汉埃帝想起床 但却不忍心惊动的 于是就用剑把袖子割断 才悄悄起床 这就是断绣之痞的由来 一国皇帝不好女色 好男色 这让大臣们都吓得瞪眼 有人上奏劝阻 汉埃帝理都不理 依旧我行我素 而汉埃帝是真的 把董贤宠到要上天了 汉埃帝下令 董贤的妻子可以自由出入宫廷 董贤的父亲也被封了猴 而其他的亲戚 也都做了官 甚至连家蒲也都得到了赏赐 董贤更对封为魏将军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而且他还获得了 皇宫附近的一座豪华府邸 更甚的是 汉埃帝的皇陵旁 也有董贤的一座家中 估摸汉埃帝想着死后 俩人还能在一起 这庄庄渐渐荒谬的事 让许多朝臣非常不满 他们一致地反对董贤 但是无论怎样 汉埃帝一点也不听 反而对反对的人下令惩处 最后还逼得丞相王家自杀 大司马丁明被罢免 而董贤却从魏将军 升成了大司马 汉埃帝的这些所作所为 简直荒诞到了极点 由于汉埃帝没有子嗣 因此在他驾崩后 王正军与王莽等人商议之后决定 拥历年仅九岁的中山王刘兴之子 刘看为新皇 视为汉平帝 由于汉平帝年幼 无法亲政 所以此后 朝廷就由王莽摄政 全权代理了皇帝的职权 而汉平帝仅在位五年 就因病去世了 之后 王莽为了能继续操纵皇权 所以经过权衡 他便将年仅两岁的刘英 立为皇太子 史称儒子英 从此 王莽带天子摄政 自称假皇帝 地位于排场 皆于皇帝一样 公元八年 王莽强行逼迫儒子英让位 改国号为新 建立了新朝 自此 轰轰烈烈的西汉王朝 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结束了 然而 大汉的传奇还在延续 在王莽篡汉的十五年后 汉高祖刘邦的后代 一个魏面之子即将登场 他即将续写大汉的传奇 公元二十五年 西汉汉景帝刘起的后代 刘秀在河北被布下拥立为皇帝 重新建立了汉朝 他就是汉光武帝 之后 汉光武帝先后平定了 梵崇 奎骁 公孙术等割据势力 统一了天下 东汉建立以后 先后经历了光武中兴 明章之志 永元之龙 使得国力达到了顶峰 公元八十八年 年仅九岁的汉和帝即位 外戚集团开始登上东汉的历史舞台 至此 东汉王朝开始由胜转衰 汉安帝时期 宦官们也开始把持东汉朝政 从此以后 外戚党和宦官党开始轮流执政 使得东汉王朝日益衰败 最终声势浩大的黄金军起义震动了东汉的统治 至此 东汉王朝已经奄奄一息了 西两军阀董卓进入洛阳以后 东汉王朝名存是亡 从此以后 东汉开始了群雄割据的混战局面 并涌现了董卓、曹操、袁绍、刘备等大军阀 220年 曹操的儿子曹丕 篡汉自立 建立曹卫 至此 存世195年的东汉王朝彻底灭亡 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 他的始祖是西汉汉景帝留起的第六个儿子 长沙王刘发 要想探究东汉王朝的历史 就要追溯到发生在汉景帝身上的一段传奇往事 汉景帝还是太子的时候 有一个宠妃名叫成姬 有一次 汉景帝让成姬侍寝 但是成姬来了岳氏 所以只好派他的侍女唐儿代替他侍寝 唐儿被汉景帝临姓了以后 很快就有了身孕 不久 他就生下了汉景帝的第六个儿子刘发 由于唐儿出身低微 且不受汉景帝的宠爱 因此 刘发并没有受到汉景帝的重视 公元前155年 汉景帝册封刘发为长沙王 封帝在地里位置偏僻 土地贫瘠 并且封国面积狭小的长沙 一直到公元前142年 汉景帝才把武陵郡 陵陵郡 贵阳郡 作为刘发的封帝 至此 刘发一脉正是奠定了基础 公元前129年 刘发去世 他的长子刘雍继承了长沙王的爵位 刘发去世的两年后 也就是公元前127年 汉武帝实行了著名的推恩令 根据推恩令的要求 诸侯王除了要把封国封给嫡长子以外 也要分封给其他的儿子和兄弟 从此 西汉的诸侯国力量分散 势力日益衰落 再也无力与西汉朝廷对抗 不过 推恩令却给其他的皇室子弟带来了很大的机遇 使得不少不被重视的皇室成员也可以获得封帝和爵位 根据推恩令的要求 刘雍的十三帝 刘发的第十三子刘满 被封为冲陵侯 封帝在冲陵县 也就是今天永州宁远的百家平镇 公元前45年 时任冲陵侯的刘人以地形朝市为理由 向汉元帝赏书 请求汉元帝批准他北迁 而后汉元帝准许让他迁往南阳郡 不久 刘人率领全族迁到了南阳郡菜阳县白水乡 也就是如今的湖北早阳 并将新的封地改名为冲陵乡 至此 刘满这一脉逐渐在南阳扎下了根 刘满有一个儿子名叫刘外 刘外官至御林太守 太守只是官名 不是爵位 虽说太守并不低 但是 西汉是一个以贵族为根基的时代 爵位要比官职更有意义 因此 从刘外开始 刘秀这一脉已经开始走向没落了 值得一提的是 刘外的大哥刘雄渠 继承了刘买的爵位 刘雄渠的儿子 就是带领全族搬迁到菜阳的刘人 而刘雄渠的崇孙子就是耕始帝刘玄 因此 刘玄和刘秀事实上是同族兄弟 他们都是刘买的后代 不过 刘玄相比刘秀要更加正统一些 因为刘玄是刘买的嫡长子 刘雄渠的后代 而刘秀则是刘外的后代 属于树主 刘外有个儿子名叫刘回 刘回官至巨鲁都尉 刘回有个儿子名叫刘钦 刘钦官至济阳县令和南顿县令 刘钦有三个儿子 大儿子名叫刘衍 二儿子名叫刘仲 三儿子名为刘秀 公元前五年 刘秀出生于西汉的这个没落的皇室家族 八岁时也就是公元三年 刘秀的父亲在南顿县令的任上去世 不久 刘秀和他的兄弟姐妹一起被叔父刘良收养 回到蔡阳 从此刘秀彻底成为了平民 汉原帝以后 西汉王朝开始由盛转帅 此后 西汉王朝的矛盾和危机空前严重 在这一时期 西汉最严重的问题 当属外戚专权 公元前四十九年 汉宣帝去世 他的儿子汉原帝即位 随后 汉原帝皇后王正军的娘家 王氏家族 开始以外戚的身份 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公元前三十三年 汉原帝去世 他的儿子刘傲即位 视为汉成帝 从汉成帝开始 王氏家族的势力 开始急剧膨胀 权清朝野 虽然 王氏家族曾经在汉埃帝 留心的时候 一度受到冷落和打击 不过 到了汉平帝流看的时候 王氏家族又卷土重来 也就在汉平帝开始 王正军开始大力扶持 侦子王莽 册封王莽为大司马 至此 王莽的权势日益增强 独揽大权 汉平帝去世后 王莽拥立刘英为皇帝 并自称假皇帝 彻底掌控了西汉所有的大权 凌驾于皇权之上 公元八年 王莽正式称帝 建立新朝 至此 存是二百一十年的西汉王朝宣告灭亡 王莽称帝以后 开始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重古改革 他的改革不仅使得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也严重损害了地主豪强的利益 随后 地主豪强和老百姓纷纷起来反抗 至此 新朝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公元二十二年 刘衍在冲灵正式起兵 加入到反抗王莽光复汉朝的队伍之中 紧接着 刘衍的弟弟刘秀与李通李懿在晚城起兵 刘秀的二姐夫邓臣在新野起兵 由于刘衍的队伍大多数都是冲灵人 所以 这支部队被称为冲灵军 而冲灵军就是后来东汉王朝的萌芽和火花 刘衍起兵以后 接连打了几个胜仗 占领了新野 逐渐在起义军中占稳了脚跟 在经过一些胜仗以后 刘衍决定率军攻打晚城 但却在小长安附近遭到了新军的袭击 损失惨重 小长安之战中刘秀的二个刘仲 二姐刘元全部被新军杀死 至此冲灵军元气大伤 随后 刘衍决定与新市军 平林军 夏江军 这三支陆林军联合 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力量 这时候 启军内部已经开始商量 拥立皇帝的问题了 按理说 刘衍出身于皇族 又有一定的势力 应该被拥立为皇帝 但是 陆林军将领 诸委 王峰 张扬等人 害怕刘衍势力过大 从而冲击他们的地位和利益 因此 他们拒绝拥立刘衍为皇帝 随后 陆林军决定 拥立刘衍的同族兄弟 没有任何势力的 没落皇室成员 刘璇 为皇帝 公元二十三年 刘璇正式称帝 视为庚史帝 庚史帝称帝的消息 震惊了整个新朝 于是 王莽决定 派王毅与王巡 率领四十二万大军南下 打算一举瓦解庚史王朝 王毅与王巡 随即率军 从洛阳出发 浩浩荡荡地向庚史王朝杀来 此时 刘秀正在与王凤 王长 驻守昆阳 刘衍正在攻打万城 如果昆阳失守 那么刘衍就会父辈受敌 所以 保卫昆阳就关系到了庚史王朝的村王 但是此时 昆阳汉军只有九千人 而新军却拥有四十二万人 实力差距太过于悬术 因此 一些将领主张放弃昆阳 就连昆阳统帅王凤与王长也犹豫不决 但刘秀却主张坚守昆阳 随后 刘秀率领十三名骑兵连夜出城 前往定陵远县一带调集援军 于是 又有近两万人到达了昆阳 但即便这样 汉军也才不到三万人 而新军的人数仍然要远远多于汉军 就在刘秀出城调集援兵的时候 新军统帅王毅依靠新军人数众多 已经开始对昆阳发起进攻了 不过 新军却遭到了昆阳汉军的殊死抵抗 不久 刘秀率领的近两万人援军赶到了昆阳 紧接着 刘秀亲自率领一千人 为先锋向新军冲杀而来 大败新军 随后 刘秀又派了三千人渡过昆水 也就是如今的河南夜线辉河 攻打了新军的大尾营 但是 此时 新军统帅王毅依然轻敌 为了争夺投攻 他命令所有的新军不得出战 自己与王巡率领一万人 对战刘秀 结果刘秀把王毅打得大败 并杀死了王巡 此时 昆阳的汉军在得知刘秀大败新军的战绩后 也纷纷出城作战 两军交战后 新军一处急溃四散而逃 相互践踏 尸横遍野 就在这个时候 天空突然下起了暴雨 导致炙水暴涨 新军被淹死的人不计其数 后来 新军的尸体竟然阻断了治水 至此 昆阳之战宣告结束 昆阳之战是中国古代的一场极为重要的战役 这场战役堪称是新朝的灭朝之战 也是东汉的立朝之意 通过这场战役 新军的主力损失殆尽 为建立东汉奠定了基础 也敲响了新朝灭亡的丧众 另外 刘秀是昆阳之战胜利的关键人物 因此 刘秀积累了大量的威望和人脉 为他后来建立东汉王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并且 昆阳之战也是中国古代著名的 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力 汉军的三万人打败了新军的四十二万人 汉军大获全胜 新军主力损失殆尽 昆阳之战以后 汉军对新朝展开了全面的反击 新朝的统治迅速土崩瓦解 不久 汉军攻占长安 往往被杀 至此 存是仅仅十五年的新朝宣告灭亡 昆阳之战以后 刘衍和刘秀威名大振 威胁到了庚史帝的地位 遭到了庚史帝的猜疑 于是庚史帝听下了朱伟与李懿等人的建议 杀死了刘衍 刘衍被杀以后 刘秀决心四级复仇 因此 刘秀开始韬光养晦 忍辱负重 随后 刘秀主动前往婉城 向庚史帝谢罪 并谎称刘衍被杀是因为他罪有应得 死有余辜 而且 刘秀还向庚史帝表明他自己也有一定的过错 却完全没有提到自己在昆阳之战中所立下的功劳 庚史帝看到刘秀如此谦逊 就对他放松了警惕 之后 他不仅没有处死刘秀 反而册封刘秀为五姓侯 至此 刘秀逐渐成为了冲灵军的新首领 当时 虽然新朝已经灭亡了 但是 天下已经形成了众多的割据势力 比如山东的赤梅军 河北的铜马军 川鼠的公孙树 甘笼的尾霄等等 其中 河北的形势最为复杂 当时 河北的民间已经流传了讽刺当朝者的歌谣 于是 庚史帝决定派刘秀去招服河北 公元23年年底 刘秀到达河北不久 赵命王的儿子刘林 用力王郎在邯郸称帝 紧接着 广阳王的儿子刘杰也开始起兵 响应王郎和刘林 至此 刘秀的处境越来越困难 但此时 天助刘秀 上古太守耿旷和他的儿子耿眼 率领部下归顺了刘秀 随后 刘秀又取得了上古郡和于阳郡两郡的支持 后来 刘秀又取了真定王刘杨的外甥女郭盛通为妻 取得了刘杨的支持 至此 刘秀逐渐在河北立足 在河北势力的支持下 刘秀开始起兵攻打王郎 很快 刘秀仅仅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就灭了称帝的王郎 占领了邯郸 刘秀的声势再一次震惊了庚史帝 引起了他的强烈不安 于是 庚史帝册封刘秀为肖王 让他交出兵权 并让他回到长安 接受封赏 但是 刘秀以河北尚未彻底平定为由 拒绝了庚史帝的命令 不久 刘秀就杀死了庚史帝派来监视他的木苗 谢公 维顺等人 彻底摆脱了庚史帝的控制 至此 刘秀正是与庚史帝决裂 随后 刘秀打败了铜马 由来等农民起义军 迫使几十万铜马军主动投降 至此 河北的局势逐渐稳定下来了 随后 刘秀开始以河北为根据地 开始了统一天下的步伐 公元二十五年 刘秀在部下的拥护下 正是在号称 也就是如今的河北百乡 顾城镇的千秋亭称地 重建汉朝 这就是汉光武帝 为了区分汉高祖刘邦建立的汉朝 历史上把汉光武帝刘秀建立的汉朝 称之为东汉 至此 存是一百九十五年的东汉王朝 正式建立 汉光武帝称帝以后 便开始了消灭割据势力 镇压起义军 并最终统一天下的步伐 但就在同时 庚史王朝却在日益衰败 新朝灭亡以后 庚史帝先把都城从宛城迁到洛阳 又从洛阳迁到长安 随后 庚史帝开始大封功臣为王 严重违背了汉高祖在白马之盟中 所定下的不是流姓的人不能为王的约定 并且 庚史帝还让张扬、诸伟、李毅等人掌控兵权 至此庚史王朝形成了将领拥兵自重的局面 不久 庚史帝又让李松与赵蒙共同主持朝政 至此 庚史王朝开始了大臣专政的局面 然后 庚史帝还册封了赵蒙的女儿为夫人 她开始沉迷于酒色 荒废朝政 导致了朝廷上下一片混乱 从此 庚史帝的统治 已经江河日下摇摇一坠 就在这时 赤梅君的首领樊崇重拥立了刘盆子为皇帝 这就是建师帝 不久 樊崇出兵开始攻打庚史帝 而这次的进攻 直接敲响了庚史王朝灭亡的丧忠 赤梅君牺牲以后 庚史帝立即派出了诸伟与李松前去抵抗 结果 庚史帝的军队在卯乡被赤梅君打败 阵亡了三万多人 与此同时 汉光五帝派出了邓宇率军攻打庚史帝 不久 邓宇就打败了庚史军的王匡与蟑螂 于是 庚史帝派出了王匡 陈牧 承担与赵蒙率军驻守新丰 派李松驻守邹城 以抵抗赤梅君与汉君 然而就在这时 庚史王朝的内部 却出现了严重的内乱 面对两路的夹击 蟑螂 廖战 胡阴 神徒健 纷纷建议庚史帝逃到南郡 但是 庚史帝却极力反对 无奈之下 这些大臣将领们就打算与伟霄联合 劫持庚史帝 结果 庚史帝事先得知了他们的计划 于是决定先下守围墙 而后 庚史帝打算把他们骗进皇宫 杀死他们 但是 庚史帝的计划却遭到了蟑螂等人的警惕 最后 庚史帝只杀死了神徒健 但却刺激了蟑螂等人 随后 蟑螂等人率军劫掠长安 并把庚史帝打得大败 走投无路之下 庚史帝只好逃到赵蒙那里 紧接着 庚史帝怀疑王匡 陈牧 陈丹等人与蟑螂密谋 打算把他们都除掉 结果 暴怒的庚史帝只杀死了陈牧与陈丹 这也导致王匡直接倒戈 率军投靠了蟑螂等人 这时 李松率军前来和庚史帝会合 很快 李松与赵蒙联合打败了蟑螂等人 最后 被打败的这些人 大多都投靠了赤梅军 而庚史王朝虽然最终平定了这次内乱 但却促成了更为强大的赤梅军 不久 赤梅军打败了庚史帝 庚史帝被迫投降 至此 庚史王朝宣告灭亡 就在庚史王朝灭亡的同时 身为汉光武帝手下二十八将之一的邓宇 已经进入关中 占领了长安 这时 赤梅军由于缺少粮食 只能前往拢幼补充粮草 但却被尾消打败 于是 赤梅军只好退到长安来攻打邓宇 逼迫他退出长安城 邓宇兵败以后 汉光武帝立即派出冯义率军去支援邓宇 结果 邓宇冯义二人合必 却依然被赤梅军战败 不久 小抵之战爆发 在小抵之战中 冯义指挥的汉军重挫了赤梅军 其光投降的人数就达到了八万人 至此 赤梅军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小抵之战是继昆阳之战以后 又一场对东汉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战役 通过这场战役 汉军打费了他统一天下的最大障碍 赤梅军 小抵之战以后 汉光武帝命吴汉为统帅 亲自率军前往夷阳 截击赤梅军 赤梅军走投无路 只好向汉光武帝缴械投降 至此 赤梅军的主体 见是王朝宣告灭亡 赤梅军灭亡以后 汉光武帝加快了统一天下的步伐 不久 盖岩率军打败了梁王刘勇 平定了隧阳 耿岩率军打败了齐王张布 平定了清州 汉光武帝亲征海西王董县 平定了东海 从公元25年到公元30年 经过五年的征战 除了拢佑的伟霄和巴蜀的公孙树以外 其他地区已经全部被汉光武帝占领 至此 汉光武帝已经统一了东方 并与伟霄和公孙树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 随后 在公元30年 汉光武帝开始攻打龙幼 经过四年的战争 公元34年 伟霄的儿子伟纯向汉光武帝投降 至此 龙幼被彻底平定 公元36年 吴汉大败公孙树 公孙树受伤而亡 他的部下 颜曾率领残余势力向汉军投降 至此 巴蜀被彻底平定 从公元25年到公元36年 经过12年的征战 汉光武帝终于成功消灭了天下所有的割据势力和起义军 从而统一了天下 结束了长达二十多年四分五裂的乱世局面 统一天下以后 汉光武帝开始正式着手治理天下 并开创了以柔治国的治理方略 在政治上 汉光武帝改革中央官职 精简地方机构 整顿官场风气 堵绝官僚奢侈的现象 善待功臣赏赐给功臣官职和土地 在经济上 汉光武帝采取了修养生息 清姚伯父 恢复经济的方针 他实行了杜田制度 释放奴婢和犯人 恢复人口 打击豪强势力 在文化上 汉光武帝下令 宗孔崇儒 推崇气节 兴办学校 鼓励思学 汉光武帝时期 东汉的政治清明 经济发达 社会安定 繁荣富裕 历史上把这一时期 称之为光武中兴 公元57年 汉光武帝刘秀去世 他的儿子刘庄即位 是为汉明帝 汉明帝即位后 继继续推行 汉光武帝时的政策 不断扩大光武帝 所取得的成果 并且 汉明帝注重整顿励志 对地方官吏 进行严格的考核 此外 汉明帝还注重经济的发展 他多次下令 减免赋税和摇曳 减轻刑法 鼓励百姓栽丧养残 兴修水利 减轻老百姓的负担 汉明帝即位前 东汉的户籍人口为 两千一百万 到了汉明帝的后期 东汉的户籍人口 激增到了三千四百万人 由此 东汉的国力愈发强盛 也就在这一时期里 东汉的皇族和外戚的势力 逐渐开始扩张 于是 汉明帝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对皇族和外戚进行打击 公元59年 汉明帝以欺君网上 贪赃王法的罪名 杀死了窦林 并罢免了窦戎 后来 楚王刘英发动叛乱 于是 汉明帝下令诛杀了刘英 和广陵王刘京 至此 汉明帝的统治地位 日益稳固 与此同时 汉明帝还不断地开疆拓土 公元69年 挨劳国归顺了东汉 挨劳国也就是如今的云南南部缅甸北部一带 于是 汉明帝在那里设置了永昌郡 至此 汉明帝初步奠定了中国对云南的统治 公元72年 汉明帝派窦户与耿炳率军驻守梁州 开始准备经营西北 在驻守了一年左右 汉明帝则命令他们率军全力攻打北匈奴 不久 汉军大获全胜 一举将匈奴势力逐出西域 至此 中原地区再一次取得了对西域的联系 公元74年 窦固与耿炳在蒲类海附近 也就是如今的新疆巴里昆湖 再一次打败了北匈奴 至此 中原王朝再一次取得了对西域的统治和管辖 值得一提的是 汉明帝还派人到天主取经 并在洛阳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所寺庙 白马寺 其实 佛教早已在西汉末年就传到了中国 不过 汉明帝是第一次以官方的姿态来支持佛教的发展 从此以后 佛教才逐渐在中国扎下了根 并逐渐成为了中国的一大宗教 公元75年 汉明帝刘庄去世 他的儿子刘达即位 视为汉章帝 汉章帝即位后 继续继承汉光武帝和汉明帝的事业 他历经图治 使得东汉的力量进一步得到了发展 汉章帝即位后 废除了汉明帝时的一些苛刻的刑法 实行了一系列的人证 并且他还清摇博弈 奖励生育 继续大力引导百姓采丧养残 到了汉章帝的后期 东汉的户籍人口已经达到了4300万人 汉明帝和汉章帝时期 东汉的国力继续发展 经济发达 社会繁荣 历史上把这一时期称之为明章之制 然而随着汉章帝的去世 强盛一时的东汉王朝却逐渐走向了下坡路 随着汉章帝的去世 东汉开始由盛转帅 从此以后 东汉逐渐陷入了外积和宦官轮流掌权的死循环 从汉和帝开始 东汉皇帝即位时都很年幼 最大的才16岁 最小的只有三个月 因此 皇太后就开始临朝听政 但是太后一般都不愿意抛头露面 所以一般就会把朝政交给了自己的娘家人 这样一来 外妻就掌控了朝政大权 等到皇帝长大以后 再联合宦官铲除外妻 夺回大权 这样一来 宦官就掌控了朝政 如此反复就形成了外妻和宦官轮流掌权的局面 公元88年 汉章帝去世 他的儿子年仅九岁的刘兆即位 这就是汉和帝 汉和帝即位时 因为年幼 所以由他的养母 窦太后临朝听政 而窦太后就让他的哥哥窦县担任适中 并让他的弟弟斗赌、斗井、斗环担任要支 至此 外妻、斗氏家族逐渐掌控了朝政大权 也标志着外妻开始登上东汉朝政的主要舞台 斗县掌权以后 就开始攻打北匈奴 从公元89年到公元91年 斗县先后与匈奴进行了 击落山之战、伊吾之战和云北之战、禁威山之战 这四次战役 而北匈奴被打得一蹶不振 只能向西逃走 此时 以斗县为首的斗氏家族日益嚣张跋扈 惹得朝廷上下怨声载道 斗氏家族的子弟仗着家族势力胡作非为 他们为了控制皇帝和朝政 还在汉河帝身边安插了一众亲信 不过后来 他们的专权放纵终于激怒了汉河帝 公元92年 汉河帝下令逮捕并处死了斗县的党羽 邓谍、邓磊与郭皇等人 紧接着 汉河帝又罢免了斗县的大将军之位 随后 汉河帝又下令让斗县、斗独与斗龟等斗氏子弟 全部滚回封地 不久 汉河帝下令逼迫斗县 以及其他斗氏子弟自杀 至此 斗氏家族被彻底铲除 没有了政治阻碍的汉河帝 终于可以放开手脚接管天下 而后 他继续扩大了光武中兴与明章之质的成果 他下令减免赋税 清摇伯父 振继灾民 进一步减轻老百姓的负担 到了汉河帝的后期 东汉的户籍人口 已经达到了5325万人 这个数字是东汉王朝的人口顶峰 并且 汉河帝时期 东汉征服了西域50多个国家 并设置了西域都护府来管理西域 东汉还打败了贵双帝国 使得中亚和西亚各国 纷纷向东汉称臣纳贡 汉河帝在位期间 东汉王朝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国力也达到了巅峰 历史上把这一时期称为永元之龙 公元106年 汉河帝去世 他的儿子刚刚出生三个月的流龙即位 这就是汉商帝 汉商帝即位的时候 由他的养母邓随临朝听政 所以毫无悬念的是 邓随的哥哥邓制 就轻松地控制了朝政 至此 外戚邓氏家族成为了东汉历史上第二个全清朝野的外戚家族 七个月后 汉商帝去世 他的堂兄 年仅12岁的流户即位 这就是汉安帝 公元121年 太后邓随去世 汉安帝才正式亲政 此后 汉安帝的身边逐渐形成了如母王胜 宦官礼论将经为首的宦官集团 到这里 汉安帝的语意才算真正丰满 于是 汉安帝决定铲除邓氏家族这群眼中钉肉中字 不久 一批对邓氏家族不满的大臣 诬告邓亏邓红等人 打则废掉汉安帝 改立平原王位新皇 汉安帝闻讯 立即以谋反的罪名 杀死了邓亏 罢免了邓智 后来 邓智被地方官吏逼迫而死 至此 邓氏家族被彻底铲除 而在这次铲除邓氏家族的过程之中 又是宦官集团立下了大功 但过了不久 宦官集团与朝中官僚的矛盾日益加深 以杨镇为首的官僚集团多次上书 要求汉安帝限制宦官 结果 却遭到了汉安帝的拒绝 而宦官见识就趁机诬告杨镇 于是 偏听偏信的汉安帝将杨镇逼迫自杀 杨镇的死亡 标志着东汉的官僚势力 遭到了巨大的打击 而宦官专权的局面却达到了顶峰 与此同时 东汉王朝的外患也空前严重 之前在公元107年 也就是汉安帝刚即位的第二年 东汉就有18个军发生了地震 28个军发生了风暴和冰雹 41个军发生了水灾 这些天灾让东汉的国力大大受损 公元123年 北匈奴和车师联合 一起攻打了河西四军 公元124年 东汉的都城洛阳和23个军又发生了地震 36个军又发生了水灾和冰雹 如此天灾如此外患 让百姓们民不聊生 至此 东汉的社会矛盾和统治危机空前严重 东汉王朝正是走向衰落 公元125年 汉安帝去世 宦官江京拥立了汉安帝的堂弟 刘义为新的皇帝 但是不久 宦官孙成杀死了江京 并拥立了汉安帝的儿子 年仅10岁的刘宝为新皇 这就是汉顺帝 汉顺帝即位后 立即册封了孙成等19位宦官为侯 以表彰他们拥立自己的功劳 所以到这里 东汉还是继续着宦官专权的死局 并且汉顺帝除了宦官 居然还重用外戚势力 他先后让皇后良难的父亲 梁商与哥哥梁继担任大将军 之后 没有任何意外 梁氏家族也开始权势熏田 公元144年 汉顺帝去世 他的儿子 年仅一岁的刘炳即位 这就是汉冲帝 年幼的汉冲帝 什么都不懂 朝中之事自然还是由他的嫡母梁难做主 而他的哥哥梁继最后也顺理成章的成为了东汉的实际掌权人 至此 梁氏家族成为了继斗氏与邓氏家族之后 又一个权清朝野的外戚家族 公元145年 汉冲帝去世 梁太后拥立了汉章帝的玄孙 年仅七岁的刘转即位 这就是汉之帝 汉之帝即位时 就对执掌东汉大权的梁继十分不满 有一次 汉之帝甚至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大骂梁继 赤其跋扈虎为 这件事过后 梁继开始对汉之帝怀恨在心 终于在公元146年 梁继派人动手毒杀了汉之帝 汉之帝终究还是为自己的年幼冲动付出了代价 之后 梁继拥立了汉章帝的重村子 年仅14岁的刘志为新帝 这就是汉还帝 公元150年 梁太后去世 梁继瞬间失去了靠山 但是梁继却依然没有收敛 继续嚣张跋扈 导致朝中上下怨声载道 不过直到这时 汉还帝依然没有打算铲除梁继和梁氏家族 公元158年 梁继私自处死了汉还帝的近臣 太使令陈寿 终于激怒了汉还帝 公元159年 汉还帝正式决定铲除梁继和梁氏家族 于是他联合了汉超唐恒徐黄剧院左冠这五名宦官 由汉超率领军队以谋反的罪名攻打梁继的府邸 不久梁继兵败自杀 随后梁氏家族的成员梁叔梁印梁让梁忠等人也都被杀死 接着汉还帝又下令追查梁继的同党 结果整个朝廷几乎被清洗一空 至此梁氏家族被连根拔起 铲除梁氏家族以后 汉还帝册封了那五个宦官为侯 历史上把他们称之为武侯 至此东汉又陷入了宦官专权的历史漩涡之中 武侯的专权程度不亚于梁继 不仅使得大臣们忧心忡忡 甚至就连昏庸的汉还帝也感受到了威胁 于是汉还帝又开始了铲除武侯的步伐 公元165年 私立校尉韩衍尚书弹劾左官 于是汉还帝下令逼迫左官自杀 紧接着韩衍又弹劾了剧院的哥哥 于是汉还帝就届时将剧院关进了监狱 与此同时唐衡、善超、徐皇也受到了牵连 纷纷被贬 至此汉还帝成功铲除了武侯 武侯被铲除以后 汉还帝并没有吸取经验 居然继续任用宦官掌权 至此汉还帝与宦权斗国事不为的做法 终于导致了全国各地反抗宦官的运动 公元166年 南洋太守成晋逮捕了与宦官结好的张寺 并杀死了张寺一家二百多口 几乎同一时期 汝南太守刘志逮捕了小皇门赵金 并将赵金拷打致死 这些行为终于激怒了宦官集团 于是宦官们纷纷向汉还帝上书 请求汉还帝替他们讨回宫的 此时昏庸的汉还帝认为 这是地方官吏在对抗朝廷 于是汉还帝下令言办 接着朝廷逮捕 并诛杀了为民除害的成晋与刘志 随后宦官又诬告 李英与陈时古动泰学生 诽谤朝廷败坏封锁 于是汉还帝又下令 逮捕李英陈时等二百多人 把他们关进了大牢 一直到第二年 臣子霍虚与窦吾等人 向汉还帝赏书为他们求情 汉还帝才下令赦免了他们 但却对他们实行了终生禁锢 历史上把这一事件称为党固之祸 党固之祸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 反宦官运动 这场运动有效打击了宦官的嚣张气焰 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当时的风气 但是由于汉还帝对宦官的支持 这次运动最终也只能惨遭失败 公元168年 汉还帝去世 而后汉还帝的皇后 窦庙拥立了汉张帝的玄孙 年仅11岁的刘洪即位 这就是汉灵帝 汉灵帝自然也逃不过 东汉皇帝的历史归宿 外戚又开始架攻皇帝 独揽政权 而窦士家族也成为了 东汉第四个全清朝野的外戚家族 斗武掌权以后 命太夫陈藩主持朝政 此后 陈藩重用了在党固之祸中被处罚的人 并且他还和斗武密谋打算铲除宦官 但是 这个铲唤计划不幸遭到泄露 于是 宦官们决定先下守围墙干掉斗武 公元169年 宦官首领王府与曹姐发动政变 将斗武和陈藩直接灭族 并罢出了斗太后的几乎一切权力 至此 宦官党再次获得胜利 历史上把这场谍血公变称为九月辛亥政变 汉灵帝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昏君 他即位后 纵情声色不问朝政 把朝中一切事物都交给了宦官来处理 由此东汉帝国命述将近 并且 汉灵帝为了有大量的钱财供他完了 所以下令将官职与爵位明码标价 卖给地主豪强 而那些地主们在得到官职和爵位以后 就变本加厉的盘剥百姓搜刮钱财 此时的东汉 国之不国 民不了生 汉灵帝的昏庸无道 终于激起了老百姓的反抗 公元184年 张角发动了黄金军起义 随后 老百姓纷纷响应 为了剿灭黄金军 汉灵帝开始重用地方势力 他想借助地方武装来消灭这些反贼 不过重用地方势力的结果 是各地开始拥兵自重 那些地方的势力愈发强大 一个个军阀平地而起 这都为后来的群雄割据埋下了隐患 不久 张角去世 他的三弟张良为了给他办理丧事而疏忽于防守 于是给了汉军可乘之机 最后 张良在广宗被黄甫松杀死 后来 黄甫松殲灭了十多万黄金军 张角的二弟张宝在驱阳兵败被杀 至此 黄金之乱彻底平息 黄金起义 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 以宗教形式组织的民变之一 无数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投杂黄金 在巨路人张角的号令下 高喊着苍天已死 黄天当立 碎在甲子 天下大吉的口号 向官僚地主发动了猛烈的攻击 虽然 黄金起义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但军阀割据与东汉名存实亡的局面 却也已经无法挽回 并且最终导致了三国的形成 公元189年 汉陵帝去世 他的儿子 年仅16岁的刘汴即位 这就是汉少帝 历史继续轮回 汉少帝的母亲何太后 以及他的哥哥何晋 又开启了外戚掌权的循环 至此 何氏家族成为了东汉第五个 制霸朝政的外戚家族 何晋掌权后 为了铲除宦官彻底夺取大权 于是他决定让梁州军阀 董卓率军进京亲王 然而 何晋的行为 却加缩了东汉帝国的崩塌 至此 东汉王朝正式进入到了灭亡时刻 这一阶段仍然是东汉的内斗史 但不同的是 上个阶段主要是朝廷内部的外戚和宦官的缠斗 而到了这一阶段却是地方势力之间的战争 由于东汉王朝重用了地方势力去镇压黄金军 所以地方势力也由此崛起 董卓进入洛阳以后 各地开始群雄割据 并兴起了董卓、袁绍、曹操、公孙赞等大军阀 至此 东汉王朝已名存是王 公元189年 为了彻底掌权 何晋决定诛杀朝中宦官 为此 他下令让董卓进京秦王 但是 董卓还没有进京 何晋就已经被宦官杀死了 随后 何晋的部下 吴匡、张张、袁树等人率军入宫 一股作气 杀死了所有的宦官 这个事件 标志着东汉宦官专权的局面彻底结束 不久 董卓进入了洛阳 此时 也为宦官集团和外妻和氏家族 刚刚经历了一场大战 全部被灭 因此 董卓不费吹灰之力 就坐享其城 占据了洛阳 并开始操纵朝政 不久之后 董卓就废除了汉少帝 并拥立了汉陵帝的小儿子 年仅八岁的刘邪 做傀儡皇帝 这就是汉县帝 随后 董卓就派人 毒杀了汉少帝和他的母亲和太后 董卓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残暴的权臣 他掌权以后 胡作非为 嚣张跋扈 他经常闯入皇宫 兼淫嫔妃和公主 他纵容不下 对老百姓烧杀抢掠 导致老百姓民不聊生 他还随意杀害和打骂大臣 导致朝中大臣战战兢兢 苦不堪言 公元一百九十年 天下诸侯聚集了起来 组成盟军 他们以董卓 全清朝野 获过央民为理由 开始讨伐董卓 随后 盟军以渤海太守 袁绍为盟主 开始向洛阳进军 盟军进军以后 董卓被打得节节败退 于是 董卓只能脅迫汉县帝 迁都长安 虽然名义上是迁都 但实际上是逃到了长安 而且残暴的董卓 在临走前 不仅烧毁了洛阳皇宫 还一路对洛阳的老百姓 烧杀强烈 至此 存世二百年的帝都洛阳 彻底沦为了一片废墟 不过 董卓在西逃长安的时候 盟军却并没有追击 他们驻军在酸枣 也就是如今的河南严金县附近 这帮盟军在那里吃喝玩乐 毫无战役 其实 这些人原本就是为了利益 才聚集在一起 共同讨伐董卓 他们名义上是盟友 但实际上却可怀鬼胎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 结果 只有曹操率军追击了董卓 但曹操在进军到行阳时 遭到了董卓部下徐荣的袭击 曹操被打得大败 损失惨重 在这场战役中 曹操可以说是死里逃生 就连他的坐骑 都被董卓的士兵射杀 幸亏他的部下曹红 把坐骑让给他 曹操才得以逃生 不久后 各路诸侯矛盾重重 开始陆续发生冲突 最后 所谓匡扶汉士的诸侯盟军 很快就各自溃散 从此 这些诸侯之间 相互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战争 至此 群雄争霸的故事全面展开 董卓逃到长安以后 更加娇横 惹得老百姓怨声载道 民声凋敝 公元192年 大臣王允利用董卓 和他的部下吕布之间的矛盾 设计让吕布杀死了董卓 到这里 东汉进入到了王允专权的时代 王允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 当时 董卓虽然死了 但他的势力仍然很强大 群臣劝阻王允应该宽恕董卓的部下 但王允却一意孤行 随性地处置了董卓的旧部 比如 大才子蔡庸只因为对董卓的一声叹息 就被王允杀死在监狱中 王允的行为 终于激怒了董卓的嫡系部队梁州军 不久 梁州军的将领李爵与郭四发动叛乱 攻打长安 很快 王允兵败被杀 背叛董卓的吕布也兵败逃走 至此 东汉的朝政很快就落入了李爵和郭四的手里 此后 梁州军的内部为了争权夺利 矛盾也日益严重 公元195年 李爵杀死了梁州军的重要将领 樊仇与李蒙 并吞并了他们的部队 李爵经常设宴款待郭四 并让郭四留宿在他的家里 郭四的夫人害怕李爵送给郭四小妾 而导致自己失宠 所以就对李爵怀恨在心 于是 郭四的夫人就经常在郭四的面前 挑拨他和李爵的关系 而这就成为了李爵和郭四日后交战的导火索 不久 李爵和郭四果然反目成仇 两人率军发生了大规模的战争 死者不计其数 长安城血流成河 最后就连汉县帝也都出面和解 却没有成功 不久 梁州军将领杨定害怕李爵谋害自己 就与郭四合谋想要劫持汉县帝 结果这个计划却走漏了风声 于是李爵先下手为强劫掠了汉县帝 郭四劫帝失败之后 自知失去先机 于是就派人挟持了一众朝廷大臣 公元196年 汉县帝在一批忠于汉朝的大臣的掩护之下 趁机从李爵手底下逃了出来 向东回到了洛阳 结果 曹操趁机出兵 把汉县帝接到了他的老窝许长 自此 曹操携天子以令诸侯 彻底掌控了东汉的朝政大权 而郭四被麾下的武席被判刺杀 李爵也被曹操打得节节败退 最终被曹操麾下的将领杀死 李爵死后 被凯下首级送往许都 曹操下令杀其三族 而汉县帝则将李爵的首级 挂在了许都的城门市中 可见汉县帝到底是有多恨李爵 与此同时 东汉末年群雄争霸的局面更加严重 曹操占据了衍州 袁绍占据了清济兵三州 袁树占据了南亚 孙策占据了江东 公孙赞占据了幽州 刘表占据了荆州 吕布占据了徐州 刘章占据了义州 张鲁占据了汉州 张秀占据了宛城 公孙渡占据了辽东 马腾与寒随占据了梁州 孔荣占据了北海 而这么多军阀之中 最强大的当属袁绍与曹操 公元191年 曹操在东郡打败了 鱼独白绕 衰顾等人 占据了东郡 公元192年 曹操在报信等人的支持下 出兵攻打了衍州 不久曹操在衍州 大败黄金军 得到了三十万降兵 和一百多万的老百姓 随后曹操从这些降兵中 挑选出精壮的士兵 编入了自己的部队 由于这些人 大多都是青州人 因此 这支部队也被称为青州军 在公元193年 194年和198年这三年 曹操三次出兵攻打徐州 最终 曹操终于消灭了一代战神吕布 从而平定了徐州 公元199年 曹操打败了张秀 袁树与随顾 平定了晚城 南阳与河内三地 至此 曹操的版图 已经扩张到了黄河北岸 势力与袁绍直接对戒 而与此同时 袁绍也没闲着 已经占据 清济并三州的他 打败了公孙赞 最终占领了幽州 至此 袁绍统一了河北 成为当时天下最强大的军阀 到这里 也就意味着 曹操和袁绍之间 必定要爆发一场 决定北方格局的战役 公元200年 袁绍派大将延梁进军白马 自己则率军驻守黎阳 至此 曹操与袁绍大决战的序幕 被正式拉开 随后 白马之战爆发 此战中 曹操大败严梁 严梁被暂留曹营的官羽斩杀 援军被打得溃不成军 紧接着 袁绍又派出上将文丑 继续进军 结果 曹操命令士兵 把粮草资重放在路上 让袁军互相争夺 很快 袁军就陷入了混乱 曹操抓住了这个机会 对袁军发起了猛攻 最终 文丑在混乱中被杀 曹军再一次击溃了袁军 在得知 严梁文丑 兵败以后 袁绍气急败坏 于是他亲自率军 攻打官渡 与曹操形成了对峙的局面 至此 官渡之战彻底爆发 一开始 援军依靠兵多 包围了官渡 并在曹营外面建造了土山 而后就从土山上 向曹营射箭 而曹操却命令部下 坚守营类不准出战 就这样 双方对峙了两个多月 但就在曹操陷入围困 无法破解之时 袁绍的谋士许优 却投降了曹操 许优向曹操泄露了 援军粮草 皆囤于乌朝的这个消息 且献祭偷袭之法 于是 曹操亲自率领五千人 偷袭乌朝 最后 在乌朝之战中 援军大将 淳于穷被杀 而且援军的大部分粮草 都被曹操焚毁 援军损失惨重 得知曹操偷袭乌朝的消息以后 袁绍认为 关渡曹军一定兵力空虚 于是 他亲自率军攻打关渡 结果却遭到了 关渡曹军的殊死抵抗 就在这时 援军在乌朝兵败的消息传来 进攻关渡的援军 顺势军心涣散 不久便土崩瓦解 随后 曹操抓住战机 对援军进行了全面的反击 一举消灭了七万多的援军 在这之后 袁绍的部下张和高揽 纷纷向曹操投降 损兵折将的袁绍 只能率领残余的势力逃到了河北 至此 关渡之战 以曹操大胜 袁绍惨败的结局 而宣告结束 关渡之战 是东汉末年军阀割据的一场重要战役 也是中国古代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力 这场战役 曹军一共有两万人 援军共约十一万人 最终 曹操大获全胜 以损失不到一万人为代价 消灭了一万人为代价 消灭了十万以上的援军 从此 袁绍元气大伤 一蹶不振 关渡之战 也是东汉末年军阀割据的转折点 从此 曹操成为了天下最强大的军阀 为曹操统一北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公元202年 袁绍去世 他的三个儿子 袁潭袁熙袁上 为了争夺世子之位陷入内户 自此 残余的援军分崩离析 公元204年 曹操打败了袁上 占领了叶城 随后 曹操把首府从许昌迁到了叶城 不过 他却仍然把汉县帝留在了许昌 公元205年 曹操陆续打败了袁潭与袁上 并相继平定了青州 济州与幽州 公元206年 曹操打败了高干 平定了冰州 于是 袁上和袁熙被迫逃到了乌环 公元207年 曹操打赢了乌环 于是 袁上和袁熙再次被迫逃亡 投奔于辽东太守 公孙康的门下 不料 公孙康为了不得罪曹操 便将二元杀死 并把二人的首级献给了曹操 至此 袁绍势力彻底灭亡 统一北方以后 曹操决定南下 最终统一天下 于是 他开始把矛头对准了 荆州的刘表和江东的孙权 公元208年 曹操南下 攻打荆州 这时候 荆州墓刘表已经去世 他的儿子刘从即位 刘从一即位 便不战而降 率领部下投降了曹操 至此 曹操平定了荆州 随后 曹操亲率五千人 攻打刘备 不久 曹军在当阳长板坡 一举击溃了刘备的部队 随之占领了江陵 刘备兵败以后 决定与孙权结盟 共同对抗曹操 于是 他派出诸葛亮 前往江东 说服孙权与自己结盟 最终 孙权答应了与刘备结盟 并派周渝率领三万人 与刘备的两万人 组成联军 合力对抗曹操 平定荆州以后 曹操决定率二十万大军 向东进军 平定江东 不久 曹操下令把军队驻扎在乌林 与孙刘联军形成对攻之事 军力远不如曹军的孙刘联盟 只能齐席挑战 后来 周渝采奈了黄盖的计策 决定实行火攻 于是 他命令黄盖使用诈祥剂 假装投降曹操 不久 黄盖率领十艘小船 装上柴草 灌满告油 向曹军的方向开启 等到小船靠近曹军军营的时候 黄盖命令部下迅速点火 并借助东风 向曹军施以火攻 曹军措手不及 被打得大败 随后 刘备周渝也从陆地率军开始攻打曹操 于是 曹操只能率领残余势力 从华荣道退回北方 至此 赤壁之战以孙刘连军大胜曹操惨败而宣告结束 赤壁之战是中国古代的又一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典战役 此前不可一世的曹操在此战中大偿败国 二十万大军被孙刘联盟的五万人杀得片甲不留 也正由此大败 曹操再也无力南下 只能退回北方 而孙权则巩固了自己在江东的地位 刘备也开始快速崛起 至此 三国鼎立之势已然形成 赤壁之战以后 刘备从孙权那里借来了荆州 并以荆州为基础 开始了扩张的步伐 公元二百一十年 刘备打败了刘彰 平定了一州 二百一十九年 刘备打败了曹操 平定了汉中 在这一时期 曹操也没有闲着 他主要做了三件事 第一 历经图治发展生产 恢复北方的社会生产力 第二 平定关中和梁州 巩固自己在北方的地位 第三 逼宫 加快篡汉自立的步伐 公元二百一十三年 曹操脅迫汉县帝 册封他为卫公 随后 曹操正式建立卫国 顶都叶城 公元二百一十四年 曹操毒杀了汉县帝之妻 扶皇后的两个皇子 并将扶皇后软禁致死 随后 曹操脅迫汉县帝 册封他的女儿曹姐为皇后 至此 曹氏家族成为了东汉历史上 最后一个全清朝野的外戚家族 公元二百一十六年 曹操脅迫汉县帝 册封自己为卫王 随后 曹操册封曹批为卫王世子 公元二百一十九年 刘备的部下关羽 率军从荆州出发 攻打了襄阳与樊城的曹军 至此 荆州之战全面爆发 于是 曹操立即派出 于晋庞德率军抵抗关羽 不久 关羽借助了夏天 洪水泛滥的天赐良机 放水淹了曹军 最终 关羽大败曹军 于晋向关羽投降 庞德兵败被杀 随后 关羽成胜进军 包围了驻守在樊城的曹人 紧急之下 曹操派出上将徐晃率军救援曹人 并且 曹操亲自坐镇洛阳 指挥全局 不久 徐晃大败关羽 关羽兵败逃走 与此同时 孙权的部将吕蒙 趁着荆州兵力空虚 偷袭了江陵 占领了荆州 于是 关羽只能率残于势力 向益州逃去 却在半路上被吕蒙俘虏了 不久 孙权下令杀死了关羽 但是 他担心刘备报复自己 就把关羽的首级献给了曹操 而曹操将计就计 将关羽以诸侯的礼仪安葬 至此 荆州之战 以曹孙联军获胜 刘军惨败而告终 荆州之战是继关渡与赤壁大战以后 又一场对东汉末年的军阀割据 有着深远影响的战役 也是东汉末年最后一场大规模的战役 同时 荆州之战也是刘备集团遭到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失败 粉碎了刘备在赤壁之战以后不可战胜的神话 成为了刘备集团由胜转衰的转折点 公元220年 一代尖雄 曹操去世 他的儿子曹丕继承了魏王之位 几个月后 曹丕正是挟迫汉县帝将皇位善让给自己 而后曹丕正是称帝国号大魏 史称曹魏 视为魏文帝 至此 存是195年的东汉王朝宣告灭亡 东汉虽然是西汉的延续 诸多制度也颇为相同 但经历了近200年的发展 根基早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唯一不变的 大概就只有大汉这两个字 所带来的沉重与荣耀 好了 到这里 我们的一口气看完汉朝时 已经播讲完结 这里是床台 你的床边电台 一个穿越古代 细说历史的频道 我们下个影片 再见 感谢观看